中国国足U23队在此次亚洲杯的旅程已经结束,但是球迷门关于中,国足球未来的探讨却愈演愈烈。 今年前,国足名宿泛志义愤怒DUCO与NRDQUO,越南将要超越国足得以应验后,近日他又爆出中国足球更大的黑幕,原来是有人动了坏心眼,怪不得中国国足连越南队都比不过了。 此次足球U23亚洲杯,利皮助手马达洛尼和中国国足U23信心满满,甚至是向注决赛圈而来的。 但是因为伊朗裁判法加尼在国足和卡达比赛中的DUCO黑DUCO行为,国足连小组都没出现。 这个巨大的反差,令中国国足和球迷们一时难以接受,纷纷把造成国足输球的矛头指向亚族联,包庇西亚裁判帮助卡达至上。 直到越南足球U23队一路从小组赛击败澳大利亚,又在两次点球大战中分别,淘汰伊拉克和卡达队,创历史记录的闯入亚洲杯决赛圈后,才给了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当头一棒。 对于中国国足U23队输球的原因,专业人士早就开始探讨深层次的原因了,国足大佬范志亦就理智地说道LDQUO,也别再去炒作石磨,被裁判冤黑掉之类的了,这是主要原因吗?中国足球需要做的事还多住呢? LDQUO,这和当初国足1比5惨败泰国队时,范志亦怒斥所说的话LDQUO,输完泰国输越南,输完越南输免变,然后没着输了,ROCO一样,都是对中国国足的LDQU恨叠,不成刚LDQUO,之所以输越南足球U23队线在所取得的胜利给了中国国足和中国足协LDQUO,当头一棒LDQUO是因为和中国国足比起来 同样是在搞清训,人家越南U23队面对裁判LDQUO,偏袒RDQUO卡达队依然能迅速扭转不利局面,并且平级大心脏,在点球大战,先翻LDQUO,被保送冠军RDQUO的卡达队,而中国国足U23队确中了亚族连派来的西亚裁判的LDQUO,即将之法RDQUO而被拒输球,黯然离场,此次亚洲被越南足球的清训 清训成果,令中国国足和中国足协十分尴尬,对于越南足球的进步,范志毅看得更远她说LDQUO,我们中国足球,再不赶紧提高,真的要落后了,这绝不是威严总厅RDQUO,对于中国足球,要想通过搞好清训来实现提高的做法,担任上海深花清训总监的范志毅 再次爆料了中国足球的一个,黑幕LDQUO,连开餐饮的都来搞清训了,RDQUO按照范志毅的说法LDQUO,不伦不类RDQUO的人来搞足球清训,怎么能带好队员? 在中国足协的政策支持下中国足球的清训前景广阔,但是却有人动了坏心眼,只想注靠足球清训争钱,使得部分足球清训走了歪路斑路,中国足球清训的专业性难以保证,难怪中国国足联,越南也比不过了, 其实中国足协已经在清训专业性的保证上,做过尝试和改进了,比如,中国足协曾经要求中超和中甲俱乐部必须用,有一定数量的梯队建设,但是由于足协在LDQUO,所有拳入口,方面没有明确规定,很多俱乐部就在这个漏洞上动了心眼儿,在有梯队比赛的要求时,就临时拉来社会上的某些机构化, 靠在自己名下充数,导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梯队建设的不完善,和中国足球国家对人才储备的溃乏,为此,中国足协将,在2019年正式实施LDQUO梯队捆绑俱乐部注册制度LDQUO,堵住LDQUO所有拳入口,方面的漏洞,只要俱乐部达不到要求足协将,不给,相关俱乐部进行注册,对于反制一所说的情况,中国足协也赶紧查 中国足协都迫切希望能在中国足球,那里看到足协所做的LDQUO,足球改革带来的红利LDQUO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